皇家警察部队需要先进的设备来提高警队的效率 副首相纳杜斯里阿茂扎西也强调 为警队提供高科技的设备来打击罪案势在必行 警方目前已经在如佛州一个警区总部 安装电眼和科技设备进行测试 阿茂扎西也表示基于资金有限 这项措施暂时没有拓展到全国 但是高科技犯罪的手段千变万化 我国警队务必效仿中国公安与时并进 刚结束中国官方行程的副首相 纳杜斯里阿茂扎西强调 我国有必要借鉴中国公安 为警队提供高科技设备以有效打击罪案 阿茂扎西强调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犯罪率大幅下降 主要是因为警务人员不仅效率高 同时也普遍采用高科技设备办案 为此如佛州其中一个警区总部将成为先锋 率先测试安装电眼和科技设备打击罪案 提升警队的办案效率 也是巴尔拿都国会议员的阿茂扎西 巴尔拿都警区总部主持运作仪式后强调 在和中国公安部交流后发现 中国每50米距离就配备了高清电眼 拍摄犯罪分子影像 在其他高科技设备的辅助下 中国警方有能力在案发3.5分钟后 就逮捕涉案者 他强调随着利用网络等新科技 违法犯罪屡见不先 执法部队在打击犯罪也需要拥有多重优势 如果有先进设备加持 将有助于提升警队的破案率 应对层出不穷的罪案 阿茂扎西也提到 我国东西马有很长的海岸线 要打击边界犯罪活动并不容易 我国政府为此成立单一边境机构 由多个政府部门携手 全面保障国家边境安全 另一方面 霹雳州总警长拿督斯里 莫浩默尤斯里则是透露 巴野拿督景区总部 在今年3月16号开始运作 配有267名警力 考虑到2012年竣工的半岗景局大厦的适用性后 警队选择半岗景局 作为巴野拿督景区总部的临时运作中心 巴野拿督景区总部 也是霹雳州第16个景区总部 在第12大马计划 第4滚动计划下 警队获得200万令吉拨款 以征用10英亩土地 作为巴野拿督景区总部大厦的建筑地点